另外是苏花公路的下清水桥诊断摊坊 隔天一大早 花年有体重的工程业者 利用日日时期的旧下清水桥 花了两天时间抢通了大清水路段 台日跨百年合作 抢修的震撼画面也曝光 至于台八线的中横公路 114.6公里处到184.5公里处的 河环派出所到隔口段 经过抢通 在7号下午恢复了单线的双向通车 但是于正不断 加上通讯是全段 想要全线抢通 仍有重重考验 俯瞰因为0403强镇 受重创的苏花公路 柔长寸断的道路经抢修 陆续开放部分小型车辆通行 7号也有民众拍下隧道内外沿路状况 哇 真的深一条路耶 苏花公路再受创 这回不少人对大清水隧道前 这一幕记忆犹新 下清水桥整段掏空 但短短两天后随即能通车 震撼画面曝光引发热烈讨论 路通的这一瞬间 可说是台日跨百年合作 而幕后的工程是他们 3号正后第一时间 相关单位赶紧通知 花莲某间起重工程业者 当晚随即到玉里公屋段 再运钢梁 隔天一早整顿出发现场 利用日志时期 约10公尺长的旧苏花 第7号桥 和间12公尺长的战备钢梁 并在两端开辟引道 连接原公路 6号傍晚率先开放 单线双向通行 公务局长官他们决定的 我们只是配合他们 上面长官交代的工作 下来做这样 短短两天时间的抢通 是工程人员冒着落实 再次砸下的风险 把消失的桥面拼回来 我们在施工的时候 也是陆陆续续有余震 有落实下来 就人就稍微躲到旁边的隧道里面 删去重要道路抢通 真的不容易 除苏花外 台发现中横公路 一样令人绷紧神经 余震角居加上通讯中断 抢通过程困难重重 但想要全线通车 恐怕得一路等到4月底 是苏花改跟旧苏花的贡献 对啊 那一段应该比较担心 虽然说苏花现在变道通 但是因为余震还是有 所以我的家人建议我不要走 余震不断 许多人不敢开车走山路 选择一早到苏澳港 改走海运安全为上策 就盼一切能尽早恢复正常通行 记者综合报道